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拖累美股全面下挫 E2运动关键案 好莱坞知名制骗哈维·温斯坦 2020年性侵案有罪判决 现在出现逆转 美国纽约州上诉法院认为 审理有瑕疵 撤销原判决 八环重审 日盈决议利率维持不动 消息一出 日元对美元贬迫156价位 日元平创34年新低 也促进外国观光客席 摆过免税销售额 逼近500亿日元 同比大增2.4倍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二度访中 与大陆外长王毅会晤 王毅要求美方尊重彼此核心利益 不要干涉中国内政 布林肯先前在上海表示 中美要保持对话 经济关系互联互惠 意大利威尼斯正式开征 5欧元入城费 以缓解过多游客 并在车站等交通枢纽抽查 当地居民被迫排队检查 数百位居民不敢抗议 观看晚安 欢迎起来Focus全球新闻 美中之间的大事 我们放在头条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展开了三天的中国型访问 他会去上海跟北京两个地方 这是布林肯在美清日内 第二次访问中国 也就是相隔仅仅10个月 再到北京 美方才刚完成立法 要中国字节跳动公司 出售TikTok的股份 也就是TikTok的所有权 必须转移与中国切割 否则美国所有平台 都不会再出现TikTok 那么美国财长 对于中国电动车产能过剩 也表达忧虑 那么还说过 不排除任何手段来应对 那么这些 对于布林肯登陆的氛围来讲 都不怎么好 再加上美方试图制止中国 继续协助俄罗斯的军工业 因此美中两国双方目前的分歧 不断不断地扩大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虽然这次依旧接见了布林肯 但是观察家看到 他脸上的笑容 明显少了很多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周五上午 倾覆北京与中国外长王毅会谈 一开场 布林肯毫不回避地指出 美中在经贸 乌俄 台海与南海等 存在高度分歧的领域 需要彻底沟通 防止误判 王毅则直指两国关系 不断受到破坏 负面因素持续上升 警告双方若出现冲突 就是双输局面 同时更要求美方 别干涉中国内政 双方在这场会谈上 各有坚持互不相让 而布林肯此前在上海的访问 则尽力展现亲和的一面 他抵达上海的隔天 就亲自与美中合作开设的 纽约大学 上海学城师生交流 强调两国文化交往 是增进互相理解的最佳方式 他还与上海的美商领袖座谈 对于共计约5800多家美商 在中国所面临的机会与挑战 布林肯强调 只要有公平的竞争 美中双方都能从 健康的经济竞争中获益 他当天与上海市委书记 陈吉明会谈时 也当面就中国的非市场经济行为 表达严正关切 并呼吁中方给予在中国的美气 一个公平竞争环境 中国网络舆论对于 布林肯这趟相隔十个月的访问 则充满酸言酸语 包括趁布林肯在上海与北京两地 下飞机的时候 现场都没有铺红地毯 接级的中方官员 位阶也都不高 再加上北京当局 为了庆祝解放军海军 成立75周年 选在布林肯抵达上海前夕 把052飞弹驱逐舰 资博舰 与和平方舟医疗舰 停泊在外滩 几乎正对着 布林肯下榻的 和平饭店 小粉红网友直呼 相关做法就是暗中 针对布林肯 但另一方面 美方对中国的动作 也不曾间断 包括立法要求TikTok 需要与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 断开 否则将无法在美国继续经营 而字节跳动则发声明表明 没有任何出售TikTok的计划 消息还指 美国业务仅占TikTok 整体营收约四分之一左右 因此宁可收掉 在美业务也不会卖 此外 美国财长叶伦 还在接受路透专访时 重申中国产能过剩 引发全球倾销 将威胁美国产业生存 强调美方不会排除任何选项 来解决这个问题 尽管美中双方分歧明显 竞争更是持续扩大 但在布林肯这趟一年内的第二次中国行 中方仍给出诚意 包括派出公安部长王小洪 与布林肯商谈关于芬泰尼与禁毒的议题 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也照旧接见了布林肯 整场访问仍维持前一回的规格 只是习近平脸上的笑容似乎更少了 下个月习近平还将接待 确认到访的俄罗斯总统普钦 在美方此前已经高分贝反对 中方持续向俄罗斯提供军民两用设备 协助俄国国防工业发展的情况下 普钦这趟中国行 会否让分歧不断的美中关系再次恶化 也将持续受到关注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就美国来说 联准会的考验越来越大 周四最新的报告显示 美国第一季的经济成长1.6% 远远低于预期的2.2% 也是创下两年来最慢的增速 林肯还有一份比较重视的通膨指标报告 看出核心PCE物价指数不降反升3.7% 超出预期 创下去年第二季以来新高 经济成长是放缓 通膨却这么顽强 拖累了周四美股收黑 而今年经济还有没有可能软着陆 从分析师到美国财长 叶伦都认为 目前的美国经济情况 仍算稳健 自疫情过后就持续火热的 美国经济出现大幅降温 美国商务部公布 全美今年第一季GDP 只增加1.6% 远低于预期的2.2% 更创下两年来最慢的成长速度 不过以历史水准来看 依旧稳健 平稳的证据包括 失业率依旧保持在4%以下 全美民众的消费力道也还是很强 上星期 国际货币基金IMF 还把美国今年的经济成长预测 上修到2.7% 不但高于前一次的预测 更超越其他先进经济体 好比如欧洲多国 今年的成长率估值连1%都不到 但与此同时 被视为通膨指标 美国第一季核心PCE物价指数 不降反升3.7% 不但超出预期 创下去年第二季以来新高 更和美种会坚守的2%通膨目标 相差甚远 尽管当中大部分的物价上涨 都是由火热的房屋市场所贡献 但叶伦认为房价已经触底 我没有疑问 房价的贡献将下跌 在接下来年 基本上是在线 跟货币上升 往平均上升 然而成长降温 通膨反弹 又再一次动摇 市场对联整会9月启动降息的可能性 加上脸书母公司Meta 财测不如预期 引发科技股一片卖压 拖累周四美股全面下挫 索性当天盘后 谷歌母公司Alphabet和微软 接力公布强劲财报 渴望让隔天的美股波云见日 联者会陷入两难的境地 但正在打选战的美国总统拜登 拼经济不喊停 继英特尔台积电三星电子后 美国政府力推的晶片法案补助继续开奖 周四拜登现身纽约州写成 宣布将对记忆体大厂美光 提供61亿4千万美元的补助金 协助他们在爱达河州和纽约州 各新建议做晶圆厂 预计会在2026和2028年启用 当局一面加强战斗力 立面也要把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给移除 让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 这星期宣布要终结禁业禁止条款 内容主要是限制员工离职后 不得到竞争对手的公司上班 又或者是自立门户 如今FTC认为 这份合约会限制竞争力 造成低薪扼杀创新 并破坏公平竞争 FTC表示 移除这份条款后 将使得美国劳工的年收入 平均增加524美元 根据估计 目前各行各业 有约3000多万名美国人 都受到这份条款束缚 但这项变动并不包括 年收入在15万1000美元以上的高阶主管 且还不会那么快生效 因为美国商会认为不合法 将破坏企业维持竞争力的能力 已经扬言要对FTC提告 挺别宣众的报道 好 接下来关注一个 美国热议的司法翻转的判决 全球MeToo运动最主要的人物 一开始掀起这一个MeToo的 是因为这个性侵成性的 好莱坞知名制片 叫做哈维·温斯坦 有200多名女性都出面指控 被他性侵性骚 所以纽约最高法院呢 4月25号针对他之前的一个定罪案 裁定哈维·温斯坦这个好莱坞的大咖 他涉及的性侵案件 在司法审理的过程当中 采用太多无关本案的证人证词 就是过去被他性骚性侵过的女性 那么这种矩阵呢 跟后来的推论不当 所以推翻他的性侵定罪 驳回重审 有很多支持MeToo运动的美国人 对于这一个驳回相当沮丧 认为司法背叛了性犯罪幸存者 他们好不容易一个个出来作证 不过呢 这个好莱坞大咖呢 他还在吃牢饭 因为他有另外一起性侵案 在加州判刑确定 他要服刑16年 现年72岁的他被认为 应该会在狱中度过余生 律师与平民 男性与女性 对一项裁决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4月25日美国纽约最高法院 以4比3表决结果 推翻掀起MeToo运动的判决之一 前好莱坞制片大亨 哈维温斯坦 在2020年被判性侵的一项定罪 全案将重审 这只是温斯坦涉及的 多起性侵性骚案件之一 温斯坦在纽约法院遭定罪 是涉及2013年 对一名女演员的性侵行为 与2006年 强迫一位制片助理 从事其他性行为 共判23年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这个掀起全球MeToo运动 风暴的关键人物 得到这次法律上翻盘的机会 路透社报道 纽约最高法院法官援引 莫利纽规则 也就是被告过去其他犯罪行为 仅能证明被告有犯罪可能倾向 无法证明被告在本次案件中 有犯罪动机或意图 但审案当时主身法官 容许其他三名女性 出庭指证哈维温斯坦 曾对她们非理或性侵 现在被认为此举是高度偏见 还滥用司法自由裁量权 当时检察官又以证明 温斯坦是性犯罪惯犯的证人们 如今却成了温斯坦 定罪能被翻盘的原因 让许多人沮丧气馁 MeToo运动涉案名人 翻盘成功的第一件案子 是知名影集 天才老爹影星 比尔科斯比 对女性下药性侵案 他遭定罪入狱服刑 近三年后 2021年7月 宾州最高法院突然以 检察官违反正当起诉程序为由 逆转判无罪 比尔科斯比被释放 而且一罪不二审 如今 哈维温斯坦也因法律团队 善用程序细节翻盘成功 接访美国民众多半认为 这是典型的有钱有势者 知法玩法 美联社访问多位纽约法律界人士 认为这次翻盘会造成的不良影响 是以后类似的性犯罪案件中 检察官将更难举证被告的塑形不良 不仅让受害女性们失去对司法的信任 害怕出面作证或控告加害者 温斯坦案将重审也代表 受害者们需要再次上法庭 描述细节 被迫重启创伤回忆 好莱坞允星艾希丽贾德 就曾将哈维温斯坦告上法院 控诉他1997年 以讨论角色为由 差点对他性侵得逞 贾德控诉遭到性骚扰 洛杉矶初级法院却认定 他当时与温斯坦无雇佣关系而驳回 直到2020年 洛杉矶上诉法院才推翻原判 认定贾德有权告温斯坦职场性骚扰 温斯坦恶名昭彰 好莱坞诸多大牌女性 都出面指控过他性骚或性侵 受害者至少两百位 10年之前 我们不能把一个人像哈维·Weinstein 进入厅室 我们也需要明白 法律系统没有服务犯者 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表示 将履行对性侵 幸存者的承诺 努力重审哈维·温斯坦 而现年72岁的哈维·温斯坦 仍可能在狱中度过余生 他2023年初 因另一起性侵违献女演员案 遭洛杉矶法院判刑16年 加州法律明确允许 在性犯罪案件中 被告先前不良行为 可当作犯罪倾向证据 因此纽约法院的翻盘 也无法让温斯坦重获自由 这次翻盘成功 确实打击许多人 认为正义功利不张 但力挺种族性别 与动物平权多项运动的 好莱坞女星 泰拉基·汉森 鼓励受害者 与MeToo运动活动者 不要放弃 You can't give up You just got to keep working Life is spiritual warfare It's always good versus bad light versus dark And that's life Don't get mad about it Get mad to do something To make change That's what we're here for Humans need humans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接下来Focus这个城市呢 对于日本很多城市的居民来讲 可能感同身受 国际观光客潮涌 造成当地住民长民生活 完全被破坏 这是意大利水都威尼斯 从25日开始 去威尼斯要缴入城费了 不过夜游客 每个人要缴5欧元 相当新台币175块钱 威尼斯政府希望 让一日游的旅客 避开旅游高峰期 威尼斯因为过度观光客涌入 2021年差一点被联合国 列成兵为世界银产的名单 才让它的市长决定 要落实入城费 不过威尼斯当地的居民去反弹 认为这个解决不了 人口外移和过度观光 带来的伤害 反而让威尼斯变成了 主题游乐园 因此星期四 有数百人走上街头抗议 意大利水都威尼斯 从25日开始 每位不过夜的游客 要被收取5欧元 约合台币175元的入城费 实施首日 威尼斯的游客数量不算多 倒是大批国际媒体涌入 报道着历史性的一刻 威尼斯过度观光问题严重 入城费的构想由来已久 但历任政府担心游客会反弹而作罢 直到2021年才真正敲响警钟 联合国差点要将威尼斯 列入宾为世界遗产名单 威尼斯市长在4月初 终于宣布将落实入城费计划 威尼斯从25日国庆假日开始 直到7月中旬 总计29天的周末假日 将对一日游客收费 从早上8点到下午4点为止 在威尼斯过夜的游客除外 威尼斯每年约有3000万人赐到法 80%都是一日游 他们在当地的消费不多 导致观光收益下降 威尼斯政府为减少游客的反弹 避开使用观光税这个词 而改用较软性的入城费说法 另外当地也不会设置旋转闸门 或是任何栅栏限制 但大多游客还是觉得不公平 进入威尼斯的游客 要先在线上申请 手机取得QR Code后才能进入 如果逃票一斤查获 罚款最高300欧元 约合台币1万元左右 市政府也与电信业者合作 随时掌控城市人口数量 以维持观光品质 威尼斯的人口 即选时期有将近18万人 但过度观光导致外移 现在只剩下5万人 如果人数继续下降 威尼斯将不适合人居 不少居民反对入城费政策 批评收费解决不了观光问题 反倒让城市变相成了主题游乐园 周四有数百人走上街头抗议 去年夏季 威尼斯的饭店床位数量 已经正式超过居民人口 示威民众也要求当局 限制履宿业者的扩张 法国观光地标也出状况 知名打卡景点红魔坊 屋顶上招牌红色风车的大叶片 在大半夜断裂 砸落街道 幸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一早工作人员清理现场 慕名而来的观光客 有的人很失望 也有人觉得拍到了 与众不同的红魔坊 红魔坊是1889年成立的歌舞俱乐部 也是现代康康五的发源地 2001年 好莱坞以红魔坊为背景 拍摄了同名电影 更让它声名大噪 巴黎奥运将在七月中举行 红魔坊表示会赶在这之前 修复风车 不会让观光客失望 TVBS新闻总和报道 周末到了 我们来介绍这部电影 《盗墓奇美拉》 它是说有一个天赋异禀的 英国考古学家 失去挚爱之后 生活浑浑噩噩 他拥有特殊的一种天赋 可以感觉到地下宝藏的位置 在意大利 沦落成为盗墓集团的药角 片中呢 他们挖掘到墓穴珍贵的陪葬品 再转给商人 卖到国外换取暴利 但男主角心中 有很深的愧疚感 这个片子其实是反映出 意大利从60到80年代 经济治安败坏 导演是以希腊神话的怪物 奇美拉为片名 来指出人类心中 对于金钱欲望的丑陋面 瑞士开往意大利的火车 男子一身破旧白西装 准备回到家乡 到战后匆匆离开 刻意不理会朋友的呼唤 阿图 阿图 原来这名叫阿图的男子才刚出狱 是意大利一个盗墓集团的成员 说是成员还小看他 应该算是灵魂人物 他天生具备特殊能力 能感应到地底下的珍奇文物 盗墓集团只要跟着他走 不愁吃穿 一池人立刻冲上前开挖 果真在一个废弃海滩旁 挖出千年雕像 无论挖到宝藏能分到多少钱 阿图都没兴趣 他心心念念的是已经不在人世的女朋友 贝尼亚米娜 经常在梦境中见到她 相隔两个世界何时才能相见呢 阿图经常拜访女友的母亲 庄园女主人佛罗拉太太 老人家有些失智 已经记不得女儿不在了的事实 明明天赋异禀却沦为盗墓集团分子 电影盗墓奇美拉 以上世纪八零年代左右的意大利小镇 里帕尔被拉为时空背景 描述一名来自英国的考古学家阿图的故事 片名引用的奇美拉 是希腊神话中会喷火的怪物 头像狮子 中间是喷火的羊头 后半部是毒蛇 他因为四处破坏农作 残害深处 最后被希腊神话中的英雄贝勒罗锋斩杀 意大利导演阿里切·罗瓦尔赫 2023年带着这部盗墓奇美拉 涌床砍城 首映后全场几粒鼓掌时间长达9分钟 罗尔瓦赫出生于意大利托斯卡尼 成长过程中经常听闻某户人家 挖到地底下的墓穴宝藏 脱离贫穷的故事 也成为他拍片的灵感之一 片中的盗墓者挖到墓穴属于伊特鲁斯坎文明时期 有别于信仰基督教的罗马人对死后世界的想象 是相信人死后会活在另一个世界 所以墓穴会布置得像深浅一样 摆放许多日常生活用品 两千年后被挖出来 这些独特的器皿 吸引古文武爱好者搜集 成了盗墓贼的目标 影片中的盗墓贼 都是意大利社会低下阶层 这也反映了当时的经济治安败坏 迫使人们盗墓破坏 意大利警方对这类案件也不积极 盗墓得来的古文物 转手送往附近国家瑞士 商人会制造假的合法文件 吸引博物馆等机构购买 对藏身幕后的文物商人来说 这批盗贼不过就是用完丢弃的工具人 电影一开头 阿图搭乘的列车也存在于现实世界 在1980年代时期 意大利和瑞士政府进行的调查显示 有几十万件文物就是透过火车 从意大利运往瑞士 而电影《盗墓奇梅拉》中的阿图 虽然因为失去女友 过着浑浑噩噩的生活 但长期盗取王者的墓穴 也让他心生愧疚 还曾在列车上看见无法解释的现象 面对王者前来讨陪葬品 呼应片中不断重复的一个重要概念 那就是这些文物 其实不是要拿来被人们看的 而是属于死去王者的世界 却被世人拿来牟利 互相喊价竞争 当人们被金钱欲望诱惑 就像露出獠牙的奇梅拉 该直接将它摧毁 还是让社会底层的人 透过这种非法方式 拿到富裕的门票呢 TVS新闻综合报道 关注日元价位 日元又跌了 下谈一美元兑换156日元 日本银行举行货币决策会 认为当前日本的经济还要观察 宣布维持原来的宽松路线 隔派方针推动了外汇市场的操作 导致日元创下34年的新低价位 这么低的汇率 也让外国观光客在日本的购物呢 几乎是无限制 3月日本的百货 免税销售额同比大增了2.4倍 逼近500亿日元了 也刷新了历史新高 日本最新货币政策出炉 日本银行宣布暗兵不动 日本银行周五结束为期两天的金融政策决议会 会后日银总裁召开记者会 表示需要进一步评估工资调涨与物价动向 因此利率维持在0%至0.1不变 不出市场普遍预期 日银再次用行动证明隔派本色 日银持续保守不躁进 加上美国联准会延后降息 日元再承受两大重拳 周五对美元跌破155 来到1美元对156日元 创1990年5月以来 约34年最惨汇率 日本政府与日银 虽多次暗示介入可能 但美国白宫放话 表示一般只有在极罕见的危机时 国家才有干预会市的必要 美国财政部长叶伦 不对日元多做评论 只强调若有国家准备就会 美国不希望背后知后觉 面对如此压力 日元汇率没有最甜 只有更甜 国际游客纷纷复日 享受财富自由的滋味 日本百货公司协会调查 三月的免税品销售额 超过495亿日元 同比成长2.4倍 刷新历史数字 日元对美元摔出155心理关卡 市场认为可能见到160 而日本财务省内部透露 会将关注重点放在157 但是对于民间而言 当前汇率已经难以生活 短い期間で行くと 円安は何かしらのプラスは出てくるでしょうけど これを中期的に捉まえた時に 果たしてこのままの円の価値でいいのかと 円安のメリットは全くありません 日本はやはり世界中から原材料を入れて 加工して その付加価値をつけて売るっていう そういう業務をやってるんですよ その中で自国の通貨が安く評価される っていうことは決してプラスにならない 日元点到連大型企業都看不下去 日本2023年度消費者物价指数 平均值年漲2.8% 剔除生鮮食品 食材類漲幅7.5% 以戏目来看 鸡蛋貴了2成多 冰淇淋 漢堡 日式炸雞等餐桌固定班底 也都越来越吃不起 最叫人震惊的是住宿費 上漲25.5% 創48年来最貴 人力慌 物价非漲 饭店将压力分摊给客人一同承担 大批涌进了海外游客 也让旅館一房难求 物以稀为贵 房价涨翻天 日本企业不得不重新计算拆旅费 对于成本又是一大打击 假使住宿费一涨再涨 恐怕连外国客的旅游品质都会受影响 该放任日元 一切千里到什么时候 经济与民生的天平 日本政府与日本银行 还得联手符吻才行 TV新闻最后报道 关注全美大学校园反战 反以哈的战争 挺巴勒斯坦的抗议浪潮 那么现在呢 规模越来越大 各地警方都在校园里面大规模逮捕 甚至已经出动了化学喷雾 还有电击枪 开出第一枪的纽约哥伦比亚大学 撤销原定五页拔营的最后期限了 表明双方的讨论有进展 另外呢 斯利大学南加州大学宣布 考量校园安全 直接取消五月的毕业典礼 亚特兰大的埃莫里大学 连教授也被逮捕 现在这股学潮已经涌到了世界各地 在巴黎 周五巴黎政治学院的学生 封锁了学校入口 要求校方必须谴责以色列 呼应美国校园示威 警方发射胡椒弹 与抗议群众肉搏 挺巴勒斯坦示威抗议 继续席卷全美主要大学校园 多所学校第一时间通报警方 就怕示威在校内扎根 根据路透社统计 过去一个星期 美国全国大学 已有近五百五十人被捕 私立的南加州大学 在近一百人被捕后 周四宣布校园不对外开放 之后更取消原定五月十号 举行的毕业典礼 这场校园盛事 每年约六万五千人参加 校方网站声明指出 今年由于新安全措施 比如实施安检 将大幅增加来宾进场时间 因此无法举办 这么大规模的弊典 一个星期前南加大才以校园安全 和当前中东冲突紧张为由 取消穆斯林学生的毕业生代表致词 引发渲染大波 主修生物医学工程的南亚裔毕业生代表 遭亲以色列学生团体直指 过去拥护反犹太主义观点 毕业生代表则说 他因他的人权观点 被反巴勒斯坦仇恨禁声 这次全美示威的镇央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 抗议学生说 除非学校同意切断 与以色列学术机构的关系 并从以色列相关团体撤资 否则不会解散 其他校园也都有类似要求 这股全美校园扎营浪潮 聚集各种不同背景的学生 包括巴勒斯坦人 阿拉伯人 犹太人和穆斯林 齐声谴责以色列 对加萨的狂轰滥炸 根据纽约时报报道 各大教务委员会 周五将投票表决 告诫校长夏费克决议案 质疑校长授权警方 镇压校园内抗议的决定 导致上百人被捕 让人想起五十多年前 在各大的反越战示威 位于南部亚特兰大的 埃莫里大学 抗议人士称执法部门 按大学要求 对抗议学生动用电击枪 和催泪瓦斯 乔治亚州警方一共逮捕了28人 当中包括两名教授 大学则发声明指出 数十名校外抗议者 非法侵入校园 试图扰乱大学秩序 表明学校不会容忍 校园内破坏公务 或其他犯罪活动 现在这股学运抗议潮 也跨海烧到巴黎 数十名学生 在法国总统马克宏 发表演说的 索邦大学外聚集 立刻遭震报警察包围 抗议人士希望 能像美国示威学生一样 发挥影响力 呼吁法国政府 帮助巴勒斯坦人 全美大学的呐喊 当政者不知是否听进去了 但加萨的孩子们听到了 特地透过影片高举步调 向要求结束 以哈战争的美国大学生 表示感谢 不过以色列则是持续推进 对加萨南部拉法 发动全面攻击的计划 周四五度空袭 造成至少六人死亡 包括当地一名记者 提议新闻综合报道 谢谢您 今天跟我们一起focus 全球新闻 祝您平安 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